这一课我们将教会大家如何把sopify网站的默认密码给去掉 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域名成功的指向了sopify这个网站 不过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直接访问这个域名手艺或者说网站手艺的话呢 它会调整到这个网站的一个密码页面啊 如果说你要通过密码进入的话这也挺麻烦 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密码那怎么处理呢 登录你的sopify后台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在左边呢点击在线商店 点击完之后呢等它加载成功啊 这里说在线商店正在受密码保护仅拥有密码的房客才能访问您所在的商店 这时候你可以点击移除密码 然后准备它然后下一个页面 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若要进入密码你必须要选择套餐 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呃你必须要选择或者购买一个套餐 你才可以把这密码移除掉啊 那么本着本着我们为这个学员来认真做网站的这个思路呢 我们把它套餐给选择掉 我们就直接买这个29美元的套餐就好了 我们点击选择加载重稍等 然后呢如果我们选择安月付 因为这时候呢你也你也是时候要开始 开始准备为这个配sopify来准备付费了 那当然了你不移除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取决于你自己我们这个课程是专门教大家如何通过购买你合适的这个 sopify套餐然后把密码移除掉啊 现在我们在加载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呃 配跑啊点击登录嗯看看他们顺利登录这个密码是不是正确的 应该正确的因为我们的蓝器已经记录了啊 他在处理中好选择一个这一个信用卡的方式啊 点击同意并继续 现在在操作中好了成功连接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安月付啊 然后点击这个这个 这时候就可以开启套餐了 刚开始后他不会他不会立刻结算啊 他会将2021年7月10号结算 就是可能好像是14天以后吧 因为他这里之前讲了有14天的试用期啊 你可以看到现在今年是6月26号啊 看到没有 现在是他说7月10号才会扣钱 所以我们赶紧开启套餐 我们选择的是29美元这个基础版 那大家也是可以选这个版本的 好点击利息结算 这时候好 他回到了这个最初的页面 就是主页中 这时候再回到在线商店的话呢 啊看一下 再点击移除密码 你就可以把这个取消掉了 那假设你不直接移除密码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密码复制下来 然后告诉记得住 告诉联系其他访客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保存 好 你的客户就可以看到你的商店了 然后点击长按商店 这时候再通过你的首页啊 你可以看到你的shopify网站就出来了 啊这个过程呢还没有被扣费啊 所以大家看到了 我们前面他说了 在7月多少才会扣费 这就是开启shopify的一个方式 而且就是把密码移除和对这个套产付费 哪个方式 前提是要有个paypal的一个账户啊 这个账户要跟你的跟你的付款卡绑定 无论信用卡还是银行卡都可以啊 你们去陪自己去试一试